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操这边因为军队人数少 粮食快要吃完了 所以曹操认为说 军子要报仇三年不晚 退兵 退兵以后再去重整 再来找个地方再决战 当他后面的部队 后面部队里面有个非常聪明的军师 叫做巡域 巡就是巡域里面巡域的巡域 巡域是什么呢 巡是这个字 比较少人看到 就是一个 祸则怎么样 祸则怎么样 但是那个沟那边有三撇 有没有 领域 巡域 那么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领域 他的笔名叫领域 就是域 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那样的祸呢 那个沟的部分 三撇 那个念域 巡域啊 就写了一封信给曹操说 你千万不能退 你不要以为退了你就没事了 他就写在信里面讲 像项羽和刘邦对峙的时候 刘邦军队比较弱 两个人在那边 营阳那边对峙 拉拔拔河的时候 明明项羽的军队比较大 而且项羽就骁勇善战了 但是刘邦绝对不退 就算是比较弱势 就算是小的战争 前面战争 都被项羽打得外七扭八 但是都是不能退 一定要撑下去 为什么不能退 如果当时的刘邦退一下呢 项羽的军队就从后面追击呢 天下就决定了 所以谁撑得最久 能撑得下去 才是重要的地方 其实你想想看 二十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和已经完全占据了 欧洲的德国在那边对峙 隔着英吉利海峡对峙 当时英国的首相张伯仁 就主张和德国弹劾 朝廷里面一片弹劾的声音 只有邱吉尔主张站到底 因为他说 你如果现在修路的躲避战争 等你修路过后 你还是要面对战争 你一定是要和他决战 你不决战善与恶 不做一个分别呢 你这次退一步呢 你就永远没有再回来的时候 他就把你压制的死死的 所以徐晓给他讲呢 刘邦和项羽 刘邦本来就占劣势 为什么他不退 因为一退就会一泄千里 这个一讲啊 曹操赶快说回到退兵的念头 但是现实的状况很现实 但是现实的啊 该现实的是什么 该现实的就是 他的兵粮不多啊 他的军队 军队马啊 骑兵啊 士兵啊 每天要吃饭啊 不能吃泥土啊 吃泥土怎么打仗 粮食快没有了 但是袁绍那边的大军啊 几十万大军 他的粮草丰富啊 他准备来打这仗的时候 他又是公子戈尔 所以呢 他基本上曹操如果按照正规的传统作战的话 曹操一定要输啊 这没话说 你多撑一个月也是输啊 所以巡邑给他的一封信啊 虽然是鼓舞了曹操 但是曹操面对的困境还是没办法 但是说起来也就天意啊 这个时候呢 袁绍的阵营里面 一个有名的 有智谋的军师参谋呢 叫做徐朽 徐是阎无徐耶 朽是一个自修 我们念课本 那个自修课的修 底下没有三培 那个念变徐朽 那么曹操的底下的模式呢 徐朽呢 来逃奔啊 来逃奔这个曹操 那么为什么他会逃奔曹操呢 因为袁绍呢 正在和曹操打仗的时候 竟然把徐朽的徐朽的这个家里的家人 通通通抓起来 为什么把他抓起来 说徐朽的家里的有人设计到贪污啊 然后就把他亲戚朋友都抓起来 父母都抓起来 徐朽心里在想啊 我现在如果不逃 我不是被袁绍通通也都抓进去 杀害吗 袁绍的糊涂就糊涂到在这里啊 现在在打仗打到紧要关头 你如果真的要办徐朽他家里的人 你不能够等到战争打完了再来处理吗 你急着要处理 就是逼狗跳墙嘛 徐朽就跑进了曹操的阵营呢 来投降 曹操这个时候正在怀恼到 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 突然听到说 这个袁绍那边的军师呢 徐朽来求见啊 来求见说要投降 曹操怀疑到呢 出来迎接 从帐篷里面走出来迎接 连鞋子都没穿就跑进来 就跑出来了 徐朽进来以后呢 第一句话就问曹操啦 好啦我来投奔你啦 我问你这些事情 你要老是跟他回答 我才会把你给你寄谋啦 袁绍那边的情形坚情 我通通理解啦 他问曹操说 你现在的军队在这里啊 你到底粮食还有多久啦 还可以撑多久啦 曹操说大概撑一年吧 徐朽很大声的骂他说 你要不要说实话 你要我帮忙 你不说实话 我怎么帮你忙啊 曹操说 哦 这样喔 这样好 跟你讲实话 这次跟你讲实话 跟你讲实话 半年啦 徐朽在很大声的呵斥曹操说 你是没想要贏啦 哈 你是没想要贏啦 在这时就还要把他骗 你没说实话 我是要怎么帮你帮忙 跟你出计谋 打败袁绍呢 曹操摸摸头苦笑 像柯碧一样一双双头 苦笑的说 好啦 我老实跟你说 一个月 我军队牛适啊 存一个月而已啦 如果这样互相僵持 又没收台 一个月以后 我这个军队就没有牛适 我们就已经死了啦 小小说好 你这样子 已经跟我说了实话 那我就实话给你讲 你的军队要吃粮食 难道袁绍的军队不用吃粮食吗 曹操说对啊 没这个需 袁绍那边有多少粮食 袁绍那边的粮食还很多啊 曹操说这样我不就死啊 他说哪会死 你还有一个月粮食 你把曹操的军队的粮食 通通给烧掉不就得了 让他连十天都没有 他说我要怎么去把那粮食消灭 他说很简单 我来投靠你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就带来最好的情报给你啊 现在呢袁绍的粮食呢 是放在乌草啊 乌是乌鸦的乌 草是巢穴的草 他的粮食呢 是放在乌草这个地方啊 所有的粮草都在那里 你就要去突袭他呢 晚上突袭他呢 把他的乌草呢 的粮食放火烧掉啊 曹操一听啊 拍腿叫绝啊 但是这样大的事情 要去突袭他怎么突袭 你曹操的兵本来就只有 袁绍的几分之几而已啊 啊你人数少他那么多 你要去突袭 万一突袭失败呢 万一突袭失败呢 万一突袭失败不知道 大家都聘用他 所以呢 曹操呢 就问他的模式呢 荀玉 问荀玉说呢 徐朱献这个祭母 你觉得怎么样 荀玉给他讲说 我看这个人 我所知道的情报 他都投降是真的 应该可以信任 曹操都给他说呢 给荀玉说呢 你受到清楚了 你建议不能出查车呢 那出查车我人头都掉了呢 啊 这个他到底是有诚意 还是设了一个陷阱 让我 让我跳进去啊 荀玉说 我看人不会错 徐朱这次来啊 因为他的家 整个都快抓起来 家里的人被 被袁绍 暖禁有些被杀掉 啊我看人的脸像 这个 徐朱不会骗你啊 好那荀召说 那好 我们就决定 依他的计谋呢 去攻这个乌朝 来把粮食烧掉 荀玉就问他说 你要去突击 用少数去突击大批的兵马 他防守粮食一定大兵兵马在那边 你要叫谁当总司令大将啊 这个去突击的人啊 如果没有办法 让你信任的话 万一突击失败 你就全权负灭了 你就输了呢 曹操说 我有最好的人选 荀玉问他说 最好的人选是谁 曹操说就是我 除了我 还有谁可以信任啊 这么关键生死的战争 只有我才能够相信自己啊 照花哥跟你讲 这故事 像台湾现在处境不是一样吗 美国总统选完了 有些人很亏心啊 不是我想要 选的川普 有些人说啊 这拜登 拜登对我们会比 也不会差啦 也会好 我问你啦 你又没有问台湾人 要越不越坚强团结在一起啦 这才重要啦 你保有一个国家 要扣白人给你收拾 你哪有可能啊 除非你自己保护台湾的意志很坚决 人家才会帮助你啊 谁当总统也都会帮助你 台湾不是只有美国有求 不是说台湾有求于美国 美国也有求于台湾啦 但是台湾人 你如果没有团结 自己都没有保护自己的国家 你要叫什么人帮忙 我问你 所以曹操说呢 我谁都不能相信 因为这场战争 是有关我的生死啊 有关我的胜败啊 什么人可以做代仗 我自己做代仗 什么人可以做代仗 循玉说好你去 我们就放心啊 循玉说听这个 剩一张啦 我是报情报给你的 曹操啊 我是把最重要的情报给你 我没有说 叫你去率兵去突击呢 曹操说我自己敢做敢当啊 道歉啊 你看我这个情报啊 我自己来支批啊 我自己来建这座啊 结果曹操说什么呢 我们去偷袭人家 一定不能带太多的兵啊 因为我带太多的兵啊 有两个问题啊 我如果带走太多军队 那军队在那边里面 抓出去啊 对方马上就得到情报 他马上就可以 转移重心啊 就不会在这里坚持啊 所以我要偷偷都从后面 出兵出去啊 而且我要当总指挥官 不能让别人知道啊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我们去做骑袭不能用步兵啊 骑袭战争不能用步兵啊 不能用民兵啊 一定要用特战队啦 特工部队啦 当时的突兵 特工部队是什么 当然是骑兵啊 继兵啊 所以我在想啊 当初知田信长在统霞间之一把 日本最有名 东海道的最有名的这个大将 金川议员在统霞间之 把他杀掉啊 知田信长一定有看三国演义啊 因为三国演义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小说 很早就传到日本去了啊 曹操自己率兵 带了五千名骑兵 连夜赶路呢 去突击这个乌朝这个地方 从黄昏开始呢 跑跑跑 马步停停五千匹马啦 五千个骑兵啊 一个人牵一匹马 这样一万匹马 为什么一个骑兵还要再牵另外一匹马 这一排 没有休 中间没休息的啊 这匹马跑得累了 换那一匹马 骑另外一匹马 那匹马牵着 这样冲啊 连夜赶日啊 连夜赶路的结果 到天亮以前 终于到了乌朝 乌朝这个时候的 曹操的军队啊 曹操的军队 在这个时候 他的大将才发现啊 有曹军奔来啊 红尘滚滚啊 从远远的地方 已经天亮了嘛 这个大将啊 这个曹操的大将啊 是非常的坚定的守住这个城池呢 把它守住 曹操一下子公布下了 在这个时候呢 袁绍的前面的部队 听到说曹操去突击这个乌朝 你知道袁绍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呢 决定了袁绍的大败 袁绍做了什么决定 来下午讲慢点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保旺 世俗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清静 需要 身体在烦烈 所有的烦烈 在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法 要给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飞烈文 我们如果要睡之前 飞烈让自己的完成资助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免费给你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阿公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 不能太快从这里走 太危险了 知道啦 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 不要走 下次再通过 阿公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老公 小心 好 好 我一定会摔摩 是啊 物理让行人 汇罚一千二到三千六百元 路口慢看停 行人优先寻 快乐联保网提醒您 注意用路的安全 沾边时事 掌握社会脉动 请听你的声音 最用心的电台 提供给你最丰富多元的讯息 无论是选举第一线报导 全国性议题 地方性议题 社会关怀等 你们的事就是快乐的事 英文和听众听到地呢 快乐联保网 这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 社群最有爱 最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 无限精彩 快乐联保网 各位听众朋友 我是五金发哥 那么曹操带着五千祭兵 去突击乌朝这个地方 这是曹操的粮草大军驻扎的地方 驻扎的一个曹操的大将 叫做淳于穷 淳是那个享受的享受 左边三点水 雨是什么 雨又烂的雨 穷是海南岛简称穷那个穷 穷汤玉叶的穷 淳于穷是元少里面 骁勇战战的大将 他守住这个乌朝的粮食大军 所放粮草的这个臣 很坚强的所住呢 曹操一下子攻不进来 而元少那边得到的情报说 曹操带着大军去突击他的粮草部队 元少呢 马上派了一批骑兵 也是用骑兵对骑兵 赶快去援助这个淳于穷 他派的是谁呢 派的是元少里面最骁勇善战的张和 张和这个和呢 是合作的和 右边是个耳朵边 这个后来变成曹操的名将 他原来是元少的名将 那么派张和呢 带几千个骑兵呢 赶快去援助这个乌朝的索良大军 张和给他讲 你不能只派我这支骑兵去啦 你应该把军队的一半交给我去帮他忙 元少根本是犯了天大的错误 就是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那小子能打什么仗啦 我派你一支骑兵 这几千骑兵给你啊 你们两个去到那边和淳于将军啊 淳于穷将军啊 前后夹几就把曹操消灭了 那张和问他说 那剩下的大军你打算干嘛呢 元少说我要把大军啊 趁曹操带着骑兵去突击我的基地的时候 我也去突击他的大本营啊 基本上啊 元少这样的策略并没有错 是错在哪里 只错在一个一句话而已 叫做元少从头就看不起曹操 亲敌啊 他认为我元少去攻他的大本营 一下就攻下来了 曹操只带着五千骑兵去突击我的梁军 梁车 我的那个淳于将军 淳于群将军是骁勇善战的 我现在在派你 我底下的第一猛将张和你啊 派军队去前后夹几 难道小小的五千个曹操兵 消灭不了吗 结果事实上 结果都不是像元少讲的这样 元少带着大将啊 唯位就造啊 直攻这个曹操的大本营 但是万万都想不到呢 曹操去攻 就是那个元少去攻曹操的大本营 竟然攻不下 也因为寻遇在那边守着 事实抵抗到底 而曹操这边攻他的乌朝的军队呢 也刚开始都攻不下 因为淳于琼将军确实 元少的大将确实也骁勇善战 攻不下 这个时候呢 曹操身边的侍卫官跑来给曹操讲 大事不好啦 他说为什么 元少后面有一队骑兵也过来了 我们要么赶快撤退了 要不然我们会不会前后夹击呢 被消灭掉了 要么就是把我们军队分为两支 一支去抵抗元少派来的救援队 一支呢来攻城 曹操做了一生最大的决定 而且呢 坚持命令到底 什么呢 别管后面那个元少派来的援军 不要管那个张和的部队 后面来的军队 把所有的力量给我攻这个 放粮草的地方 一定要把他攻 把他攻下来 我们只能孤注一支 我们攻不下来 我们每个人的人头都会掉 后面那个援军等到他已经 来到我身边 来到我背后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 现在你不要再给我报告 谁都不要不准来报告 现在就是向前冲一条路而已 结果曹操非常幸运 他鼓舞士气 而且曹操身先士主 第一个冲第一个 就把乌朝给攻下来 攻下来又变成什么呢 曹操的军队进了城 那么张和呢 袁绍的大将张和赶上来的时候呢 反包围这个城 但是因为张和率领的兵不多啊 和曹操打呢 打不过曹操 打不过曹操呢 张和心里想啊 袁绍那种脾气啊 如果说我打了败仗 我回去报告 我一定会被砍 斩首失重啊 张和再想想 袁绍这个人实在是阿斗啊 你看看 我刚刚给他建议说 要把军队的一半带来 如果他听我的话 带军队一半来 现在就已经把曹操消灭了 结果他就不是听我的话 而且呢 在他的军营里面 已经受了太多鸟气了 都要听这个 连圣文的 不是啦 都要听你袁绍的 公子戈尔的才对 我讲的都不对 好现在我如果公布下 我回去又被你斩首 那我干嘛呢 看起来曹操才是英雄啊 将来的天下是曹操的 不是袁绍的 所以张和呢 干脆就投降 向曹操的军投降 你知道张和后来在曹操的 会下 指挥之下 曹操如果没有张和 根本没有办法统一北方 张和变成他最重要的 等于是刘邦得到韩信一样 曹操有了张和当主将 来投降 反过来叫张和带队 你最了解袁绍的部军啊 政法在哪里 军队不在哪里 你最了解 你带我们冲啊 张和为了赢得曹操的信任啊 反过头来 当然就是最勇猛的冲 这一冲啊 袁绍在攻打这个 曹操的大北京攻不下来 正在此以不绝的时候呢 曹操已经从后面杀过来了 这场战争到这里 胜负已分啊 袁绍是曹操的四五倍大的军队 竟然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啊 而且曹操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 曹操这个人的个性 不打折也 一打就咬住不放 从头一直攻到底的 他一点都不松懈的 所以连夜追击啊 追那个袁绍 让他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 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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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到袁绍呢 最后连气都喘不过来 再马上吐血 吐血以后呢 他为什么吐血 当然一方面是劳累 一方面是害怕 所以自己呢 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气息啊 我袁绍大军呢 我曾经在北方打败了 这个辽东的公孙传 我在打败公孙传 这个大军阀 在东北大军阀 已经是阳明天下 我又是宰相的儿子 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小曹操呢 如想都不甘愿啦 气到吐血了 所以台湾人说这句话啊 那是这句话是很有经验啊 很有得力啊 叫做气死 淹没凶啊 你是气死的 气死到心脏病化作 气死到吐血呢 你把淹 验试官来验试 你也没有受伤 你心脏好好的 你怎么会死掉 现在的话叫做心阴性的死亡啊 不是生理上的 是气死的啊 袁绍吐血呢 跌下马来 被人家扶起来 曹操在追杀呢 袁绍就像上家之权啊 剩下带没有几千兵逃走 两年以后呢 袁绍就因为旧伤复瓜 敲衣啊 敲衣啊料呢 袁绍死了 他的军队还是有 在北方他们是四族嘛 他有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呢 又在内部呢 争夺权力 两个儿子争夺来争处去 曹操趁这个机会 他们两个儿子在分裂的时候 攻进去呢 但是曹操要攻进去的时候呢 他想到说我现在全心全力 对付袁绍的最后的残余部队啊 我军队往北方去 南方有个小家伙 那个小家伙叫孙策 孙策是孙权的哥哥啊 在江东啊 已经打下了半壁江山 所有的敌人都被孙策给统一了 这小子会不会从背后来突击我呢 这个时候 曹操底下有一个模式叫做郭家的 郭呢 是郭子余的郭 嘉义的家呢 郭家给他讲说 你放心啊 孙策没机会在背后打你呢 他说为什么 我猜测孙策活不久了 所以你就放心北边向北方去 你先打 先把对方的袁绍的两个儿子收拾掉啊 后面的你可以放心啊 曹操说你又不是算命仙 六米神仙 你怎么会知道孙策现在走亚孙红旗 到哪里这个江东的豪杰 一个一个都被消灭啊 你说孙策会被暗杀掉 看不出迹象啊 谁敢暗杀孙策呢 郭家给他讲说 没关系 你放心去 我跟你讲的就是对的 曹操呢 只好赌一把呢 你现在不去追击袁绍的话呢 将来就没机会了 他就放心把大军向北追 在这个时候 军队还没有打到北方去的时候 就听到军医里面传来消息 孙策被人家谋杀死了 曹操仰天大叹说 国家简直是神人啊 竟然掐指一算 就知道这个江东的英雄豪杰孙策 大家都认为他会统一天下的 怎么会被人家暗杀呢 怎么会这么糊涂呢 从这里你就看到 曹操之所以淫啊 除了他自己的智魔 决断能力强以外呢 他知道怎么用的 他用的模式都是第一流的模式 郭家后来向曹操解释说 为什么认为孙策一定会被暗杀死 因为这个家伙很年轻 年轻气盛啊 虽然短短的两三年 就把这个江东的一些豪杰都打败了 但是这些豪杰底下的部下 都还没有死啊 都要为主人复仇啊 孙策又没有好好去收容人心 被你打败的将军打败以后 你没有去收容他的部下 去笼络他的部下 变他的 变他底下的部下 孙策很骄傲啊 而且孙策你骄傲也就罢了 骄傲是罢了 孙策经常表示他的勇敢 经常一个人带着十几个骑兵啊 到处是巡视军营 巡视前方战线的情形 你做一个庄司令啊 你够完收啊 够完收够这么亲 收买这么多人 人人就是要给你保守的时候 你说自己很厉害啊 常常这样带不到一百人的骑兵啊 就到处去人家敌营的前面去探消息 或者是被你打败的敌人 你就带着十几个骑兵啊 表示你勇敢你就进入啊 你迟早一定被人家暗算嘛 人家要报主人的仇 难道不会集中主力杀掉你吗 嘲嘲大笑啦 说啦 有你郭家这种人我还怕什么 你简直是神人嘛 你对人性太了解啦 大家要知道啊 曹操听郭家的话 听了两次以后啦 曹操到郭家后来 曹操不听郭家的话 那你想想 曹操有这么高明的模式 相当于诸葛亮这样的模式 为什么曹操不再听郭家的话呢 因为曹操发现啊 郭家这个人比我还要聪明啊 他比我有计谋 比我有聪明 把这种人留在我身边太危险了 全天下只有郭家认识我 而且郭家了解我的心事 这种人我怎么敢重用呢 所以读者诸君呢 你听看看 一方面啦 你当人家的部下 当然一个主人啊 想要有能干的部下 这是每一个人 当一个有野心的企业家想要有的 但是你要收敛你的锋芒嘛 不应该你讲话的时候 你在讲话呢 很危险嘛 当这个主人觉得说 你这个家伙 比我还要聪明 万一你去投编敌人的时候 我不就失落一条 所以曹操的个性啊 从这里就显露出来 他对人多疑 但是该断的时候就断 还有曹操就是 他该追击 该什么时候 一下子把对方打垮 而且毫不留情啊 这是曹操能成为王的 最重要的条件 而袁绍 这个傅家公子 连胜文啊 没有这样的决策力 也没有这样的决心 也没会打就定了 总规计划就是台湾人说的 只靠一支悬 这样的人没什么可怕 可怕是有行动力的人 曹操今天啊讲不完啦 明天就讲这个时间 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 星人 未经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